我是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温州一个大学校长李小坤 我觉得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 很多都是要有突破的 早年研究的壁虎的尾巴断了 它为什么能再生 就很好奇这样一个科学问题 后来我们发现和证实的是 生长因子在壁虎的断裂的再生中 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种生长因子 变成一种治疗烧伤 治疗再生的药物 因为这种临床上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疾病 就很难阅合 需要再生修复 它做成药物是非常有前途 但是发现在牛脑里含有这个物质 我们用一万头牛 才能提取一克 一万头牛才能提取一克 一想这很难做成药物 这成本太高太高了 那么我们在想 有没有一种更好的一个方法 来获得大量的这种药源 那我们就想到了基因编辑 克隆基础 我们把这个基因分析以后 把这个基因导到了细菌的基因里头 这样我们把它提出来 就得到了这个物质 实现了15厘生 就能拿到一克 最后我们终于把它做成药物 用在创伤 用在医美等等这些领域 社会医疗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 现在我们国家也强调数字经济 比如说我们的运动手环 我们的各种血压的监测液 我们各种用在医疗上的一些设备 都可以通过这个大数据 我们得到它的一些最好的应用的场景 同时通过这些大量的应用场景 又可以反馈研制出最好的设备 和最好的一些医疗的一些科技创新的产品 觉得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未来的生命 和一个未来的最重要的发展的支撑 新制生产力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概念 综合的概念 而且是一个软和硬结合的概念 我觉得怎么样能够 在生物医药的创新的体系上 在创新的链条上 怎么样进一步地能够完善它的创新生态 因为创新它不是一个链条的事 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种 软的环境的支持 感谢观看